那時候在十五年前十六年前 在我是嘉義人 所以叫我記得五項 然後把這個題材創立起來 就我們覺得說 他腦不應該是垃圾食物 對 他可以從很多的本質上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均衡的營養價值 比如說樂敏自己做麵包 從天然消毒做成烙麵 然後做成麵團 我們在門市發酵、門市烤 而且我們在16年的時候 在每一個漢堡堡裡面 我們添加至少五十年是台灣小牌 在台灣有個本土素食品牌 它的漢堡主打使用天然純淨的食材 頻頻打破素食都是超熱量的既定印象 它就是2007年 與綠豆家已成立的樂寧漢堡 除了營養均衡 也讓人吃得健康自在 團隊在深入了解樂寧漢堡這個品牌後 發現了它們在社群經營上 有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樂寧漢堡至今已經營15年 由於Instagram相較Facebook晚跟進 且內容作為產品宣傳與促銷 雖然更新頻繁 但許多貼文的按讚數、互動留言數 都沒有出色成績 另外發現樂寧漢堡的粉絲數 就少大學生族群 在眾多素食品牌中 它們對於大學生就猶如最不熟悉的陌生人 於是我們將目標族群瞄準在18-22歲 正值青春年華的大學生 把行商目標設為推廣樂寧漢堡的生活態度 最重要的是加強樂寧漢堡在大學生族群的曝光 藉此達到品牌知曉度、好感度的提升 為了達成目標 我們的策略是在社群平台 Instagram、Facebook上發起線上活動 並且也舉辦線下的校園活動 闖進最多年輕族群的聚集地 達到曝光和互動的最大化 此次專案的傳播主軸 啟發於樂寧漢堡的短褲精神 也就是拋開束縛 我們將此延伸詮釋為 拋開大人世界的束縛 讓即將踏入社會的大學生們更有共鳴 在線上Facebook尋找五二樂寧互動貼文中 我們透過樂寧漢堡的粉絲專頁 進行了貼文互動 利用五二樂寧 我愛樂寧的諧音包裝 讓廣大網友尋找生活中的樂寧符號 在成交方面 觸解人數達到9483人次 不僅增添了趣味性 也提升了粉絲專頁互動力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世青大學短褲日活動 透過樂寧漢堡的短褲精神 舉辦了線下實體貼手印活動 透過貼手印來拋開 大人世界的束縛 違規童真的一面 活動中 我們也搭配線上Instagram濾鏡使用 在同學們與發布背板打卡的同時 能藉由世青短褲日的濾鏡 來加深他們對此次活動的印象 在成交方面 我們實體活動舉辦了兩天 共有476人參與 線上最近 標準次數有370次 拍攝次數574次 開啟次數超過1411次 庫攻次數更是達到2.6萬次 KP電玩透過廣告投放 同洞察報告顯示觸及有3.5萬人 用互動次數達到1203次 且其中84%為非粉絲用戶 確實達到了向外擴散的廣告宣傳 最後在線上Instagram製作一顆錄鏡 鼻子照樣造化 開啟錄鏡後 共有三款圖案可以選擇 規定在10秒內利用鼻子尖端畫出相對應的圖案 讓使用者除了能在線上互動 線下也能和身邊的人有極高的互動性 在前線方面 濾鏡曝光達到2644次 拍攝次數則是573次 透過這次的合作 希望能帶大家認識到 有個身根在台灣的本土素食品牌 樂銀漢堡 正在把優良的產品與獨到的理念 快速慢食 慢慢帶進台灣人民的生活當中 blender